大家好 我是Anita 很開心見到你們 我從前幾天就很興奮 因為我真的非常的崇拜她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follow她 我也覺得她是一個很棒 然後又很厲害的一個選手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肌力還不夠好 那我也可以從她訓練上可以看見她 就是各項訓練然後投擲 就是整個表現都非常棒 一起到從個場上較量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比賽 那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看見練球 一起加油 我希望我可以跟她看齊 對 Nikkoido Yacian Nikkoido Yacian 我非常開心 我們一起參加比賽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 我是台灣 我非常開心 我是很開心的 在台灣 台灣是很棒的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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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個性很開朗 對 然後不會覺得 就是她就算這樣她也不會驕傲 我覺得這是我值得學習的 就是謙虛 對 目標就是杭州亞運 那剛好藉由這一場比賽 就是可以跟各個地方的國際選手 一起在同個場上較量 那我覺得是對我自己的成績的提升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機會 啊 現在就是因為上個月就是比較多比賽 那體能上有一些下滑 所以那最近有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希望成績可以 就是維持在65到67之間 對 那就是為了杭州亞運做準備 這樣 我希望我能夠破最佳紀錄 對 然後再把我的成績往上提升 發揮100%的狀態去 來比這場比賽 那麼最重要的9月份的 我們杭州的亞運 那麼這場也是作為他們的熱身賽 做一個準備 那麼希望來參加的選手 以及我們的選手 能夠利用這一次的這個機會 做一個更好的一個準備 然後在我們的 往後的這幾個比賽之後 之中能夠有更好的佳境 台灣走走走